你問得過頭了 我當然要說明 我問哪裡過頭 不是 他不是英國的圖書館的館員嗎 市長之前講說他看過嘛 現在問的時候看過的那一份 是之前說醫師後來補教的 還是畢業之後就教的嘛 因為現在大家質疑的是說 所有的畢業生通常畢業都要繳論文給圖書館 那為什麼蔡總統沒有嘛 那今天市長出來講說有啊 透過注音代表處有看過啊 那我現在問的是說他是補教的還是原本教的嗎 這問題有什麼難回答的嗎 今天我們是在討論就是說 我們的大學怎麼去國際招生嘛 主要是因應少子化 甚至於就是說可以招攬一些外籍生 然後未來可以輔導他在台灣就業嘛 補充我們勞動市場嘛 應該主題是這個沒錯嘛 對不對 那我想問一下 我們教育部在推動這相關計畫的時候 KPI是什麼 是以人數當作KPI嗎 跟委員報告喔 人數只是其中之一啦 其實我們為什麼到後續 在大學的發展體制裡面 高教生跟計畫的二期 會把國際這個 國際化作為一個很重要學校去做的 是因為有越來越多的國際學生到台灣來 那那些的服務措施包含怎麼樣去做才會有好的品質啦 那到 部長 不好意思 我是比較希望你真的有問你回答啦 那所以人數是越多越好 還是你人數會有一個總額限制 委員 這個人數其實每一個計畫裡面都有一個規範 所以是沒有說有越多越好 所以像欣然像產溪專班 你會控制在一定的名額以內 我們是要嚴格審查計畫 對 嚴格審查但是是多多益善 所以不是在求量 如果說有越多很優質的學生願意來 我們就盡量開放 他是真的來台灣求學 而不是這個螢幕混珠來打工等等 來打工 如果他是來求學之後去做勞基法所允許的公讀 這個當然什麼問題 了解喔 謝謝喔 部長 因為我非常很高興聽到你講說嚴格把關 不是以人數濫於衝衝 但我知道說我們教育部補充 就是說補助給一些很多新南向的學生非常多的錢 但你們實際上有沒有去追蹤他們來之後 到底對於台灣教育 甚至於對我們就位市場有多大的幫助 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做這樣審核 然後再來齁 實際上我發現就是我們以我們的數據來看 好像我們新南向國家非常多 我知道新南向是蔡政府的政績 主要都一直在講新南向 但新南向也有很多國家 但實際上好像特別重視越南 印尼跟馬來西亞 光是這三個國家的學生就佔了將近六成 不知道為什麼其他國家不能積極去招生了 為了我們會積極 那為什麼那個體力失衡那麼多 不是 不是 這是因為他們第一個 他們也要有意願來啦 那為什麼只有他們有意願 招生本來 意願本來就是看你怎麼招嘛 我們有一個十個招生基地 我不為難你啦 我點出問題啦 我們希望說 既然你希望透過這個方式國際化 國際化當然國家多多益善啦 不要太重視幾個國家 不會啦 不會 然後再來就是 既然我們想要推動這種大學的跟國外的交流 我當然是想要補充國際市場 我不知道說 陸生為什麼老師被排斥是為什麼 沒有啦 那是中國排斥的不是我們 沒有沒有沒有 去年侯友宜啦 他不能出來 侯友宜就是市北市長在選總統的時候 也有提出說 希望有陸生來台就學嘛 然後可以留下來工作啊 就被民進黨罵爆啦 說這些陸生會大量搶台灣年輕人的工作啊 但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教育部不是對陸生留下來工作有相關的管制嗎 那為什麼這些民進黨立委會提出這樣的質疑咧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邀請 我們找那麼多越南印尼馬來西亞人來這邊讀書就業 就不怕他們搶我們年輕人的工作嗎 差別在哪 喂 那個陸生來台那個是從當時 不好意思 我要這樣講是因為他有個源頭啦 當時馬總統開啟這個部分 當時就有一個三線六部的政策 對 就有嘛 不是就有三線六部嗎 那個如果是當時一開始就有這樣的 當中當然 因為陸生 所以你也很怕說開放陸生來會搶我們年輕人的工作 不是 因為那個三線六部就沒有工作 對嘛 那去年民進黨在罵什麼 所以如果說你贊同那些民進黨的看法的話 我就很擔心越南、印尼、馬來西亞人來搶我們台灣年輕人工作啊 教育部這個業務都不用推動了嘛 所以真的不用太多意識形態啦 好 再來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們韓院長在三月多 在出席一個台英國會的聯誼活動的時候有提到嘛 就是說希望 英國一些名校可以來台灣設分部 那他主要是認為說 假設英國的名校在台灣設分部 我們周邊的國家 其他國家學生也可以來就學 可以增加一些國際學生交流的機會 我不知道 部長你知道這事嗎 可以合作開班 可以承接我們退場的私校的場地喔 這2017年講的喔 然後賴清德準總統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他也講喔 他說 他說 真的很非常鼓勵國際的一流學府來台設立分校 而且沒有對任何一個國家設限 然後記者問他說 那北大復旦來呢 他都沒有設限 那我現在不是說要針對北大復旦 我現在只是想問 韓院長講了 你說你不知道 但是賴清德前行政院長2017年講過 然後去年的政見他也主張這件事情 那教育部到底有沒有接受這個訊息 有沒有著手去推動這個方案 跟委員報告喔 現在如果依照私校他們來 以私校法的規範喔 他必須遵循 這個可能就需要再做一些突破了 不是啊 那賴清德講話你都沒有在聽 這他講的耶 你覺得這是一個方向嗎 不是啦 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現在如果他們是適用私校法 好啦 我不回答你啦 對 因為不然我知道你不回答你 但是 這是韓院長講的 也是你們賴 賴準總統講的 當然你可以不用理他了啦 對 但是 教育部有沒有要理 高校司長 旁邊是高校司長嗎 你知道這是嗎 這個部分要修私校法 謝謝 不是 不是你告訴我要怎麼困難 我是說你有沒有要做這個事情 這是賴清德準總統講的 你有沒有要做 沒有 哇賽 這個司長很大圍耶 居然打臉那個賴清德準總統 我覺得這不是我故意的找你麻煩 我是用那個賴清德講話 一個字一個字唸出來的耶 所以你們不曉得這個事情 還是賴清德開巴拉票 沒有 沒有 委員這個部分 在目前來講 沒有 我也不為難你們 如果是要私校法 可以在大會討論啊 不是我們在大會討論 是你們 準總統說要推的東西 什麼我們大會討論 你們開的政見可以隨便講講 面對學生的時候講一套 然後現在我們在立法院問的時候 就說 立法委員你們要推你們自己大會討論 這太奇怪了吧 然後高校司長說要修私校法 變立法委員的事 那賴清德以後 都什麼事都不用開支票了嘛 對不對 競選連任的時候也不用講這些 有的沒的 反正也沒有要落實啊 最後我來問一個問題 就最近大家非常關心就是 行政機關到底可不可以 隨便把一些公文啊 或一些文件列密等啊 因為我想請教一下 既然高校司長 朱司長在現場 請教一下我們 蔡英文總統的論文 升等論文 是不是現在是密等 是不是 沒有他只是依照一般 貫性的 公務精密嘛 對 練密等嘛 不是 是所有的學生的論文是一樣的 學生論文都公開的 不是啦 那個升等論文 抱歉 升等資料 真的沒有啦 你根據什麼法律練密等 沒有啊 沒有練密等要法原基礎嘛 根據什麼法律練密等 來請市長回答吧 根據什麼法律 你不能自己說要列就列嗎 台灣是依法行政 還是依你租市長 我們目前是根據我們 什麼辦法 什麼法律 行政機關 處理文書的作業行政 請問一下行政機關 處理文書守著哪一條說 升等論文要列密等 所有有涉及到 申請人各自的 我們都會列密 請問一下升等論文為什麼是各自 我問過非常多的大學教授 他說升等論文哪有是密等這種事 大家都是根據已經公開的論文 或公開的文章拿去升等 這些都公開的 為什麼只有我們蔡英文總統 升等要列為密等 密等連線多久 論文本身並沒有列密等 那你就把他論文公開啊 論文已經公開了 不是 升等的內容 升等論文的內容是公開的 是申請的那申請表 跟我們教師資格審查的那個過程 那個是內密等 所以他的升等論文有公開 公...論文都是公開的 公開在哪裡 公開在哪裡 目前國圖 國圖那個是學位論文嘛 國圖中 政大跟中原大學的圖書館都可以知道 那你講的是學位論文還是升等論文 升等的論文 升等論文在國圖跟政大 政大我們有去查過圖書 那學位論文你說你有看過 在英國的倫敦學位 政經學位有看過 我本人沒有到英國看過 你沒有看過 那為什麼你當時可以出來講說 那個論文是真的 那請問一下那個論文是當初 蔡英文總統他在英國畢業的時候 交給圖書館的 還是後來才補教的 我問的問題你就直接回答我 那個是他畢業之後拿去的 還是後來大家質疑他沒論文的時候 拿去的是哪一個時間點 這個部分有沒有透過住院代表跟 你回答我問題什麼透過住院代表 問你是時間點是哪一個嗎 不要在國會殿堂在那邊耍嘴皮子 哪一個時間點 委員 這個部分 蔡英文總統一點都沒有例外 我問師長 包含所有的教授升等論文 一致的規範 所有的機密 我現在的問題是說 你們的師長 東才講過蔡英文總統的學位論文 在英國圖書館上班 我現在問的是說 是他畢業教過去 還是後來遺失在補教的嗎 你回答我這個問題嗎 蔡總統當時他都已經說明了 部長我剛剛都對你很客氣啦 我現在就就事論事而已 不用那麼急著出來的管源 當你出來插話的時候 我就這樣心虛了啦 委員你問得過頭了 我當然要說明 我問哪裡過頭 他不是英國圖書館的管源啊 師長之前講說 他看過嘛 我現在問的是說 看過的那一份 是之前說 醫師後來補教的 還是畢業之後就教的嘛 因為現在大家質疑的是說 所有的畢業生 通常畢業都要繳論文給圖書館 那為什麼蔡總統沒有嘛 那今天師長出來講說 有啊 透過祝英代表處有看過啊 那我現在問的是說 他是補教的還是原本教的嗎 這問題有什麼難回答的嗎 這有那麼難回答嗎 你不難回答 你不難回答就代表說心虛嘛 沒有什麼好心虛的 那請問是什麼答案 那個二選一的問題答不出來 沒有啊 這個論文是公開的 你問你是不是公開的 後來我當然知道他有公開嘛 他後來2019年 有個白手套記者會有公開 我現在問的是說 你們看過那本是他畢業教的 還是後來白手套公開之後再補過去的嘛 這問題很難回答嗎 不會難回答 為什麼師長可以 在不了解狀況情況之下 直接出來認證說那個論文是真的 那個是租英的代表裡面已經確認了 他只是轉達這個概念 他不是到 那所以你們教育部可以隨便喔 租英代表講了一個東西之後 然後就沒有查證 就隨便出來背書喔 教育單位是這樣搞的喔 那些都是經過公家單位的確認 那你確認你也知道細節啊 我現在問你說那本的年限是 到底是畢業之後繳的 還是後來大家發現都找不到之後補的 這問題很難回答嗎 因為你們有確認過嘛 你們透過 租外單位去確認嘛 朱市長不是英國圖書館的管員 沒有辦法跟你回答 你講的那個流程的問題嘛 那你就 那你就沒辦法解釋大家的懷疑 就不要在那邊背書嘛 沒有背書 你的答案根本就沒有解除大家的懷疑你知道嗎 我因為教育部 我們自己幫 因為大家的懷疑是說為什麼同 圖書館裡面都沒有他的論文 然後後來 他也許補了一份 補了一份你就說喔看到了有啊 在那圖書館有啊 那你這樣背書有異議嗎 沒有這沒什麼背書 這個議題已經討論很久了 沒有背書幹嘛要出來講 外界關心教育部是主管機關 當然要說我們得到的是什麼訊息啊 好啦好啦 不是這樣嗎 謝謝 謝謝